二战结束70年后 昔日死敌的美日两国领导人 如今成为肩并肩的盟友 他们承诺通过加强防务合作指针 让日本逐步脱离和平宪法 保证彼此的安全 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两国军队在应对海事安全 到灾害响应等一系列挑战上的共同合作 将更加灵活 更加有所准备 我们的军队将更加紧密地进行计划训练和行动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还指出 这种强大的同盟有利于世界 不应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衅 奥巴马说 美国一贯欢迎中国和平崛起 但他同时承认 在包括日本认为是其领土的尖格列岛 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问题上 存在领土纠纷中 围绕北京的深所立场 确实存在紧张 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 而是炫耀武力 我们曾经对中国表示了对任何国家都表述的立场 即那种做法是不对的 安倍没有点中国的名 但是他表示 日本和美国一致反对 以任何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安倍说 任何争端都应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 而不是胁迫和恫吓 安倍首相还说 他欢迎美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再平衡政策 安倍在同奥巴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对二战期间 亚洲妇女在日本军中妓院遭受性奴役问题表示忏悔 但是她本人没有道歉 安倍说 想到那些因人口走私之害 而经历极端痛苦的慰安妇 我深感痛苦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